只要直播间不进人做TK直播的人就开始疑神疑鬼 就要考虑到底是哪方面原因 其实这个可以很明确的给大家探讨一下 聊一下这个话题 现在的TK直播是这种情况的 只要说你开发不进人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直播间给关了就行了 然后再点一次 一般情况第二次都会给你急速流的 在急速流过程中 有可能第一次推的话就直接给你推到 同时在线二十多人 这个时候就看个人本事了 如果说你的人货场能够留住人的话 那OK没问题 他会循序间接继续上一个台阶 做带货的 如果说有成交了 然后他会慢慢慢慢直播间会有个累积 他是这样的过程 而不是说你开播不进人 你就开始考虑这个网络了 开始考虑这个账号了 目前情况 即使说你是增的粉 那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基本上前几场直播都是会给你人的 基本上像这种买的 这种粉丝的话 第一个月你一般是看不出来问题的 基本上都是第二个月 因为第二个月他互关数据是出来的 就是不行的号他会受到牵连的 这个时候会把你带下水 正常情况 前一个月你即使是买的 增长的粉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说对于直播间母亲人 大家不用担心 把他关了再来一次 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